我觉得我还是我学险 就我浅薄如此 你是你们学校第几个 五六秒了 六七秒了 李雪芹不愧是北大毕业的 随便说句话都能让人掉一地鸡皮疙瘩 难怪如今不上神曲都找他来填词 这首在《眼泪落下之前》 公片却没有提到一滴眼泪 仅评一句 年轻的爱人总信奉覆水难收 就让人遗憾了一万次 歌是李雪芹写词 然后我的歌叫做《眼泪落下之前》送给大家 就竟然尝问是否是否 倔强的不说别走别走 年轻的爱人总不知天高 你后把邂逅当拥有 直到心碎都失手失手 才承认离开是安身伤口 说过的坚强的旧 写成了情歌一首 而提到电影《孤独一剧》 不少人只知道金卫带火的败风铭唱面 但其实电影的官方主题曲 正是零确信填词的 再加上杨宗伟的现场 每一剧都把受害人的 无数个战略集团的长卷 唱得超铁电影剧情 而电影中的男主 更是被李雪芹的才华比的不行 一个朋友圈文案 直接让他送读了一个晚上 很多人觉得他是北大毕业的 理应是这个水平 但其实他和好友势力 在17年创作了一首《鱼蜜》 不但是当年的北大世家歌手获奖剧 而且成为了北大毕业典礼的保留曲目 我和我的玩伴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现在有很多同学都会说 哇 我的初中同学都生小孩了 我的什么高中同学都结婚了 所以就是其实还挺困惑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写了这首歌《鱼蜜》 请给大家 多年以后一个故事随风吹散了吧 再无法把桥树下说着荒唐香发 只剩下挥霍过去真诚 笑着说谎话 有人说他出口就是百万点赞的文案 是北大人独有的魅力 也有人说他只是文字失败 且浪漫的女孩子 你被李雪芹的诗打动了吗 我们东北的家庭 有一种习惯 就是攒塑料袋 就今天不管是什么外卖袋 买菜袋 就攒起来 放在一个柜子里 都琢磨到一起 啥袋也不舍得 但是你就会发现 当有一天 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去装一个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把那棍打开 总有一个袋适合你 所以我对我的认证 也没有什么规划 我对我的认证就是 走在捡塑料袋的路上 捡到啥就是试啥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学历 机会也好 运气也好 这都是我们人生路上 在能捡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都是平等的 都是我们要攒在柜子里的 等我们真的需要装啥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看看 他能不能装下的那么一个